做菜的時候 都是超過兩個小時 對 我就是很不會做菜 所以覺得爸爸可以帶勞行 其實媽媽也很開心 我覺得你是故意的爸 這也是一個小技巧 小技巧 對 大家好 我是王傳一 大家好 新養師陳漢育 今天特別邀請到 陸優倫的代言人 型男奶爸王傳一 還有營養師陳漢育 我們一起來學習 奶爸也能輕鬆上手的 薄料理吧 那今天這道料理 非常的簡單 還有非常豐富的扇食纖維 像是甜菜根 還有芝麻葉 它還有非常豐富扇食纖維 可以促進腸道蠕動 維持肚肚的健康 那甜菜根呢 還有非常豐富的多酚 以及甜菜素 加倍提升我們的保護力 這個大人可以吃嗎 當然可以啊 所以你簡單煮一頓 讓全家都可以一起吃的 感覺很營養又健康 那傳一你有做過副食品嗎 我通常的責任呢 就是可以在旁邊寫術 就是我太太去煮水煮蛋 那他只是他要他的蛋黃 但他蛋白呢 就剛好給我健身碗回來吃 蠻蛋白質 所以完全不浪費熱身 真的耶 那這道料理啊 其實非常的簡單 需要將甜菜根呢 打成泥狀搭配白米 還有水跟牛奶就可以完成了 這麼簡單 對 如果是家裡小朋友 比較喜歡濕潤一點的口感 可以多加入一些諾悠能 那我們請營養師 現在幫我們示範這道料理吧 甜菜根加進去之後呢 然後把水也加進去 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傳一幫我們炒香 洋蔥以及蒜頭 好的 沸乾拌炒一下 那小朋友通常都會喜歡吃 這兩種青香料嗎 當然啊 那如果真的不喜歡的話 就把它再切脆一點 他們燉煮完就完全就會吃不到了 燉飯通常就是要整個 這樣完成的時間 整個完成時間大概抓半小時 對 半個小時可以接受 那在燉煮的過程中 我們請傳一先來幫忙準備牛奶吧 鮮魚 放著等一下備用 那等一下我們燉飯做好之後 我要最後把它淋上去 加入牛奶時是更營養的嗎 當然啦 因為一到三歲啊 是寶寶快速成長的時期 所以均衡的營養 還有鈣質補充 是非常重要的 那諾能呢 還有益生原組合 是一種膳食纖維 可以支持我們的保護力哦 那另外還有豐富的維生素C 可以幫助骨骼 還有牙齒的生長 在這個階段也是很重要的 嗯 哇其實從生米煮成熟飯 差不多要22分鐘 沒錯 米啊差不多 看起來熟透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 剛剛打的甜菜跟泥加進去 好 好請船一再幫我把它拌勻 然後這個收乾之後呢 就完成囉 我覺得小朋友這樣吃 會不會吃得太時尚了一點 不會啊 從小就養成時尚的概念 又健康又時尚 甜菜跟裡面 還有芝麻葉裡面有膳食纖維 沒錯 我最重要記得就是 諾葉的裡面有雙膳食纖維 而且還有維生素C 對 可以幫助對於鐵的吸收 非常感謝營養師跟船一 帶來的這道甜菜跟燉飯 謝謝 謝謝大家 小朋友 小朋友 我在建篮 類owser 對啊 挺 很 要 有沒有 更 無 souvent 雨